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身陷诈领助理被风波 有吹哨者提供13页薪资内账明细 虽然高宏安出面呈现喊冤 更深称未曾看过账目完整档案 但15日周刊再度加码爆料 在吹哨者提供的内部资料中 包括公积金总账完整明细 薪资明细及劳健保扣交明细等 其中九张立院秦领名册上头有高宏安的亲笔签名 显见他对每月申领的助理薪资根本完全知情 只要说这个签名不是伪造变造 当然会有相关的法律效力 有人要否认这样子的法律效力的话 他就要提出反证 当时是受到外力的强暴胁迫啊 或者是在这种权力很不对等的情况下 那被迫签的这样子的文件 或者是说 他在签的时候是有智力上的缺损 或者是这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才签的 他必须要提出相关的反证出来 不过对于媒体爆料清谦虚报薪资单 高宏安则反击 签名的是每个立委办公室都会有的清理名册 与先前布置来源的Excel党是两码子事 指控媒体的哥洞菜德 为了指控胡乱拼凑 此外14日的记者会上高宏安也指称 公费助理只要没有捏造或是福报 就没有人头助理的疑虑 此外他还强调助理回捐公积金 是出于自愿自己绝无强迫 指依这个法条的规定 利用职务上的机会 那以诈述将本人或第三人的财物来交付 所以并不是说有捏名或者是福报才会构成 而是要看他实际上有没有利用职务 那是用诈述 比如说法院在实际上审理的时候 他就会去考量说他确实是有这个助理存在 但是加班费或者是奖金 那全部通通回捐 那这种情况合理吗 或者是有了助理他回捐到他的实际上所得的薪资已经是零远了 如果说助理有报加班费 那他实际上加班的时数跟报的时数都是一样的吗 公积金的话是用在办公室的支出 还是委员自己私人的支出 那并不是说单纯以有没有助理 以及有没有加班 这种表面上的事实来做判断 高宏安涉滩事件越演越烈 目前调查局也已展开搜证 赖银真律师指出 届时若开庭审理 前后任助理的证词将会是法院判决的重要关键 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案子 在关键影响的事证上面 应该还是会在助理们的证词 助理的人数蛮多的 而且还有前后任 所以每个人的证词可能不见得会相同 除非这个高宏安立委这边会有相当依静 否则的话到时候一些助理的说法 跟他的说法不太一样的时候 他要去怎么去反驳 可能就是会比较困难的地方 针对高宏安争议报不完 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省慧孔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痛批 员工亲自按加班费 高宏安都亲自签名 所以我还是要奉劝高宏安 不要还嫁新竹市民 新竹市民也不需要为你的不公不义背书 孤海无边 回头上诚实面对司法的交场 记者吴宇成黄信雅 采访报道